危險事是有的 但是大家如果懷疑做得好的話 也不見得一定會過散 回顧整起事件 二十人中有三人重症 胸膠內科醫師蘇伊峰咒發文 這一次重症比例百分之十五 擔心如果疫情再度爆發 恐怕會癱瘓整個醫療體系 他更說沒有什麼疫情 可能已經進入社區 疫情現在就是進入到桃園社區裡了 他認為機組人員隔離時間過短 疫苗施打率不高 恐怕早已出現防疫拓口 雖然有兩個重症 算起來他的重症發生率是 有點偏高 可是因為樣本取案數比較少 所以可能不一定表示說 這個病毒的重症的確是 比較高 相較布桃群聚案重症比例是百分之十四 和這一次差不多 不過畢竟目前整體事件持續延燒 現在要做的就是防毒疫情 再往外擴 往回推感染源頭 目前找出案1120防務部主管 是飯店內最早感染源頭 因為只有他抗體陽性 而且IGG和IGM都是 臺大二醫院長黃立敏認為 IGM可以存在兩到三個月 不應該只從發病日算 認為事件恐怕已經發生至少兩個月 這一起的事件應該是在一個月內 甚至應該可以講大概在20多天內的事件 不會像外界有一些專家所擔心的 說已經是延燒一兩個月的情形 如果是延燒一兩個月的話 我們應該在這個員工這邊會驗到 有很多抗體陽性的狀況 不過指揮中心定調 飯店群聚是在一個月內發生的 但不論如何 確診者足跡騙擊五個縣市 對社區威脅仍然很大 民眾只能更加警惕 TVB的新聞李延志就有宣傳的報導 請大家訂閱、按讚、分享TVBS News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讓您隨時掌握國內大小事